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3018集 二人在客厅坐下 昌凡问道 什么事啊 这么严肃 据说 锦锋宗宗主再度突破了 已经成为了第三经第九段的强者了 听到欧阳的话 张凡并没有太过惊讶 伴随时间推移 修行者的实力总是要提升的 更何况 锦锋宗宗主这样有实验帮助的修行者呢 另外 张凡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对付锦锋宗的办法 所以 对于锦锋宗那些人的实力提升 张凡也不像之前那般的紧张了 哼 我知道了 老鸡头家里面的院子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没什么动静 还是那几个巫师在盯着呢 晚上 张凡和欧阳在家里面一起吃了馄饨 吃完饭 张凡便回家了 方浩没回来以后和他老婆一起到了市区 跟张凡和黄青云聚了一下 第四天 张凡联系老吕 早晨八点 老吕驱车带着张凡到了杨洛市 来对付那汉拔 他们到了一个叫做周家庄的村子 这大木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 入口是一口孤井 那孤井上面压了一块大石板 村里面都说这井底下常年闹鬼 所以也没人敢打开这口井 在来到孤井的过程里 老吕把这些个情况都跟张凡介绍了一下 老吕把井盖的石头拿掉 最后两人便一起下井 到了井底之后 张凡拿强光手电私下里面照了一下 最终手电光落在了东侧的涌道里面 静止走进去 在迈入涌道的那一刻 一股浓郁的湿气扑面而来 这里不仅有水烟 还有很多人为破坏过的痕迹 紧急往里面走了十米 就看到有两个道洞 那里面的道洞可能会更多 哎呀 这墓葬里面的宝贝啊 百分之九十九要么被盗走 要么被冲走损坏了 真的是可惜啊 老吕有些惋惜地说道 随即又只指墙壁上的一幅壁画 你看啊 这壁画多精美 九十岁了 那你就是为那剩余的百分之一的宝贝来的 是啊 剩余那百分之一的宝贝 挂在这个牧主人 也就是那个汗拔的脖子上 所以啊 才没别人给盗走 这时 张凡脚下传出了一声喀巴的脆响 他受电光扫了一下对面 脚下是一节白骨 除了脚下的白骨 再往前面走有更多白骨 还有一些并没有彻底腐烂的尸体 这些人都是过来夺取汗拔脖子上的宝贝的 只是啊 没有成功 那汗拔的脖子上面到底挂了什么东西 居然有这么多人过来抢 哦 是一个真龙血滴串呢 真龙血 嗯 真龙血滴做成项链或是手串 还有脚串这些东西 可以保证人的肉身不会腐烂 另外呢 对于治疗白血病也是有奇效的 我的女儿就是慢力性白血病 一年前恶化了 我花了一年时间私下里面打探消息 这才找到这儿啊 这样啊 那汗拔在哪儿 我上次过来是在竹墓室 那咱们走吧 二人踩着满地白骨 在老吕的带领下 很快便到了竹墓室 竹墓室的壁画更加精美 但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些损坏 这竹墓室里面的湿气 也是更加的浓郁 二人仔细地感知了一下 目光同时落在了呢 长满绿色青苔的石棺之上 这里便是湿气的源头 张凡一记长刀劈出 一道真气直接便落在了那石棺之上 伴随哄的一声闷响 那石棺骤然间爆碎 下一刻便见一具幽黑的尸体 从棺内支离而起 整具尸体就好像是被风干了一样 猪神尸气弥漫 蕴含着一股十分强大的能量 在其拨梗之上 挂着一串宛如鸡血时制作而成的项链 其上光芒闪烁 意义生辉 尤为显眼 先生 这尸体有千年之久 已经出具灵智 他感知到了咱们两个的实力 知道不是对手 所以就躲在石棺里面不出来 要不然呢 早就过来对咱们动手了 张凡文言威一点头 给老吕使了个眼色 他半时从来不喜欢拖泥带水 二人一同朝那汗拔冲去 三者瞬间在半空里面大站起来 十多个回合以后 张凡一脚把那汗拔给踹飞 趁这个机会 老吕寄出了战染过黑狗血的浮露 打在那汗拔的身上 张凡也捏起指掘念动咒语 为浮露加持能量 只见那浮露黄广闪烁 然后便见到一股黄黑色的电流 钻进汗拔体内 汗拔的身体便开始剧烈颤抖 张凡大手一挥 汗拔颈部的红色珠串 便从头上掉下 飞到了张凡的手里 那上面轮绕了一股浓浓的腰气 并且有着一股温热的触感 传入张凡的神经里 也在这个时候 汗拔的身体陡然间爆碎 并且还伴随了一声凄惨的吼叫 得手了 咱们撤 张凡一边说着 一边把那串血红的珠子 递给老吕 好 老吕笑了笑 两人身上弄得都很脏 而且味道不小 从墓葬出来 找了一个洗浴中心洗了个澡 最后找了一家饭店吃起饭了 吃完了饭 两人便要回去了 这时 老吕把一小捆龙虚草 递在张凡面前 张先生 这里是剩余的报酬 我有个提议 你看怎么样 你把那串红树子给我 我帮你 给你女儿治病 您给我女儿治病 您 您懂艺术 你现在可以给白可打个电话 问问她 关于我的情况 当着张凡的面打电话 老吕感觉不好 有些为难地看着张凡 张凡则无所谓的白手 没事 你问你的 我吃我的 问完了 咱们都安心 时间宝贵 不要浪费 听到张凡这么说 老吕便给白可打了电话 听完白可的讲述 老吕的心狠狠地一震 一魂师 先生 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